《九十四東方日報》 港股仔狂飆即日先徑賺 2015年7月10日產經 B01昨日港股上漲股份多達1772隻 大價股與細價股同時回歸 五十大漲幅股份當中,最少漲幅達六成四 有散戶透露,昨日沽售部分半身股 最弱多隻細價股,並即日沽貨 儘管獲利如萬元 但直言都叫對得住自己 本港散戶戰積數騰訊 Call 賺百萬狐理賊 前日用二百萬元買入騰訊 00700COLON 昨日這COLON 升余百分之六十 最後賺余一百萬元 港股通正買入十七億 昨日多隻細價股漲稀零例 例如金威資源00109及百零達 9、02998分別將百分之一百三十七及百分之一百二十七 榮英最大升幅股份首兩位 業界認為,不排除與部分北水災來港有關 昨日港股通中扭轉連日超賣情況 昨日每日額度如額87.55億元人民幣 即正買入十七.45億元人民幣 股仔蟹貨未鬆綁落體 跌市前除敲 X即細價股大跌 作反彈未升回至 持股價的一半 體羅 N再對二年半再先翻身 散活Patrick說 昨日大反彈 見本身股升回小小即刻股貨 然後老喊 N多細價股 歌別漲貨達百分之六十四 賺過萬元都叫對得住自己 我買細價股是看長線 吾擔心之後跌回 不過,有勸相指 細價股急漲或指示斬倉後股價修正 成交不多 慎防指示干性 事實上,投資者胡理賊說 我覺得 支票制 要 五點有強大阻力 所以用五十萬元買入一隻 支紅證 博大市轉跌 一點點 要有可控成 就知道 在三十萬元買入一隻 感谢观看